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关心到南非一处酒庄聘请了超过500只的鸭子大军 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到葡萄园里头吃虫 排泄物还可以当作是天然肥料 再加上模样非常的可爱 吸引不少的观光客朝圣 也成为了酒庄的好帮手 不觉鱼儿的鸭叫声呱呱叫个不停 成群的鸭子大军迎面扑来实在震撼 他们可不是成天只会大吵大闹 在这片乡野之中可是身负重任 为在南非酿酒小镇史德兰波西的这处酒庄 聘请地表最强的雏虫大军 多达500多只的印度泡鸭 每天一早就来葡萄园吃蝸牛跟昆虫 少了虫害自然就用不着杀虫剂 鸭子的排泄物也就地成为天然肥料 免去人工化肥 印度跑鸭不像一般鸭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因此它们跑得更快 加上脖子很挺脚也更长 能吃到躲在高处的蝸牛 是天生的抓虫力气 成群结队的样子也蒙翻许多游客 特地来看鸭子捉虫 这群印度跑鸭不仅能除害又自带堆肥跟吸客能力 果真是酒庄的最佳帮手 6人好逼 6人好逼